為了讓國內企業可以購買到綠電 經濟部指示臺電 沿你電價分及收費機制 初步規劃是將電力分為綠電 低碳以及一般電力等三類 同時依據碳排量排碳量的高低 來訂定不同價格 全案將會在近期和環境部 討論相關作法 經濟部長郭智輝上任時 談到了電力分艙構想 經期傳出經濟部指示臺電 規劃電價分級收費機制 初步方向分成了反映台電 短購貨率電開發成本的綠電 規劃和碳費連動的低碳 以及一般電力 並以排碳量高低 來訂定不同價格 問題是在台灣的電是不夠的問題 未來也要用電又要用很多 你要達到20%是很困難的 各國已經恢復 核能電廠類為綠能用電 經濟部長已經明確表明 法規修改維修設備完以後 可以再用20年 那為什麼政府不去思考這些 工總指出 未來半導體AI等產業發展 會需要更多用電量 以目前能源配比來看 很難有平移的電 建議考慮核能研議再發展綠電 強化電網韌性 而環團則認為 企業部愛用綠電 是成本太高 政府可以鼓勵高科技產業 也投入再生能源發展 多數的企業不願意使用綠電的原因之一 在綠電的成本來說 相較於傳統的電力是比較高的 我們不應該要去提出 鼓勵性的相關辦法 讓企業能夠去 再生能源的投資或者是生產 提高企業能在綠電發展的自主性 有官員上平面媒體透露 目前全案還在初步規劃階段 或是會和環境部討論 等環境部年底碳費排版之後 再進一步規劃低碳電力組成等細節 最快也要明年才會上路 記者曹彦君秋福財 台北報導 我們下期見到